今天我们来做擦烧肉 中国超市里买了一大块梅头肉 大约两斤重 先来清洗干净 梅头肉要选择肥瘦相间的 这样吃起来会特别的嫩滑 用厨房纸吸干表面的水分 这样腌制出来的肉会更加入味 将梅头肉切成长条状 现在进行腌制 放入两大勺蒜梨 小半勺姜梨 然后加入三大勺蚝油 两大勺生抽 一大勺白酒或者玫瑰露酒 一大勺懒卤汁 让肉的颜色更加好看 最后加入一大勺蜂蜜 然后用手充分抓均匀 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 冷藏24到48小时 中间可以翻动几次 叉烧放到冰箱里已经一整天了 非常入味了 现在我们来把它焗熟 锅内刷少许油 以防粘锅 然后把腌好的叉烧肉放进来 把腌制的酱汁倒进来 盖层盖子 大火至沸腾 转中火焗30分钟 中间翻面几次 多翻动才能使均匀入味 盖层盖子 一直焗到水收干 现在看到我们的叉烧已经焗好了 颜色非常红亮 先将叉烧煎出来放凉 叉烧稍微冷一下 我们拿出来切片 今天做的叉烧 有肥有瘦 肥瘦相间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入味 特别好吃 您也可以来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